單純的收藏 單純的分享 嗨 大家 我是燕 那今天可以看到背景不一樣了 因為我來到了合昌倉儲 那今天其實我是來找奧斯卡聊天 就是我收藏家明言堂第一集的那個收藏家 那剛好他有新品到貨 然後還沒開箱 所以我就想說借來開箱一下 那就是這隻 Just Do The Gym 這隻進我那時候看過官圖 我覺得非常的帥 但我本身已經沒有在玩這個類型了 所以今天有幸來到合昌倉儲 然後奧斯卡的剛好還沒開箱 所以我就借一下來開箱一下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來看吧 打開箱一下 那就來看看這支鏡的細節吧 首先是面雕部分 因為動畫中還沒有露出鏡的臉部 所以單純跟漫畫比起來 我覺得還原度蠻高的 不管是眉毛的粗細和面紋的細節 都有清楚還原 撇除還原度來挑剔的話 我個人覺得就是做的不夠帥氣不夠精緻 這款鏡採雙面雕 另外一個面雕就是鏡一般的造型 中規中矩該有的都有 本款鏡的衣服是帶有消光紙的配色 比較特別的是Just Do的扣子呈現 是以白獸海賊團的標誌去設計 但回頭看到漫畫中鏡首次登場的時候 衣服的扣子明顯沒有特別的造型 所以這點應該是工作室的巧思 再來是本款最大的亮點跟特色 就是人獸型態的一手跟火焰透明特效 先來說說一手的部分 顏色上跟衣服屬於同個色系 加上工作室對一手有做出生物紋理的呈現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 畢竟漫畫對鏡的人獸型態 細節其實沒有太多 很多地方都是考驗工作室的設計功力 最後就是大家覺得 Just Do人獸型態鏡做得最好的地方 火焰的透明特效這邊先不討論 大家常說的透明件放久了會有什麼狀況 就單純以目前看到的情況來分享 本款的火焰特效真的很好看 顏色的漸層處理得很好 可以看到每一個燕心到外燕都是清楚的深到淺 加上透明件本身的加持 讓本款作品在沒有特別打燈的情況下 就已經非常美麗 這隻鏡組裝上其實蠻容易的 因為它有說明書的部分 然後總結來說這隻鏡我覺得非常值得收 是因為市面上或是人獸型態的鏡 應該都是大比例的GK表象 但這隻Just Do的鏡算是做1比8比例 所以如果對於一些空間上比較有問題的人 因為畢竟你想擺三災的話 那我覺得這款鏡就是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它該有的特效也都有做出來 然後又是人獸型態 那今天的開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跟追蹤我的IG 謝謝大家